美国买房找邱瑞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找一下美国房产自行的邱瑞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Keratin 我们现在在Shawn的房子里 他的房子是下周二货户 对吧 我们现在来做翻楼 然后之前经纪人做得都非常好 甚至现在很冷 我们把水龙头都打开了一点 让水滴着 让他打个招呼 大家好 他是我的老乡 他也是新疆的 而且我们离得很近 乌鲁木齐 我们是铁路局 他是在科学院 所以很近 我的发型案都没有头 然后我们看很多房子和和平一起 看了 我觉得有两三个月了 是 然后终于买到了 但是不重要 今天我来采访他 我很兴奋的原因是他是ISD的老师 收入稳定 而且自己还带班 如果你们有 如果你们有家长 他是高中的数学老师 然后又懂中国文化 因为他是在小时候在中国 所以你们想要补那个数学的话 可以找他在Keratin地区 然后他还很厉害 他他是跑步围着白岩石湖是吧 对 你随便跑一圈是吧 对 一圈跑多长时间 一圈的话 大概75分钟左右吧 然后12脉 12脉75分钟 对对 太猛了 我这辈子都没有跑过12脉 夹起来了 哈哈哈 然后他还是单身了 哈哈哈 口罩就不知道 有点神秘感 其实我们太多人来关注到学区的 我想今天请尚 跟我们介绍一下 它是Dallas ISD的学区 我想学区和学校之间的关系 还有它是怎么运作 你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学区是统一规划吗 是有只有一个标准 然后让学校自己去发挥了 学区是有个大的 就是说大纲 然后你看那个时候 学区是个大的大纲 然后那个学校的话 是根据就是大大致是follow大纲 但是有些小的细节 可以自己去manage ok 学校的校长权力很大吗 对 学校的校长权力很大 他可以决定学校的大致走向 ok 可以就是学区只给他一个大的东西 然后剩下他自己做的话 对 是的 但是有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学校 如果想每个学校 还有是每年年中有评评级别 比如说是A级B级还有C级 还有D级其实 然后就是说如果一个校长想在一个学校评的级别比较高的话 那他就需要完全的遵守大纲 然后并且能把这个证据 然后能show to the superintendent OK 你比如说你是高中老师 那你们比如说想得到更高的评级 考试的成绩 或者是毕业去好大学的成绩 大概比例是大概占多少 比如说我今年高中的高四的毕业生 可能假设这个学校有200人 假设有200人 然后可能 200人里面可能只有10个人去了UT Austin 对 然后这种或者这种类型的好学校只有30个人 剩下可能都是普通学校或者是没有毕业的 那这些最后这些毕业考试的成绩 按SAT的成绩和被大学录取的这比例 占整体这种评级的比重大概有多 这个其实相对而言不是那么重 因为SAT和去好学校的weight 在老师的评级里面其实不是那么多的 包括recommendation letter和学生对老师的 其实学生对老师的喜爱程度 它是根据老师年底会有一个年终的打分 Survey 对 Survey 对 学生给老师打分 然后每个老师其实都有supervisor 对 比如说assistant principal 一般在一个学校里面就是很多老师的supervisor 一个学校大概有大概比如说4到5个assistant principal 然后每个assistant principal就管一个学科 比如说数学科英语科各种科 所以assistant principal给老师打的分是比较重要的 那换句话说 比如说你的老师的评分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民选政府 然后由当地的市民或者怎么样给老师去投票或者怎么样 对 只要老师把他们哄好了 对 就ok了 那在实际上就是学生的考试成绩怎么样 跟这个是你说SAT成绩跟评分是就跟学区的整体的评级是没有关系的 有稍微的关系 但是其实占的比重不大 这个考试也不是SAT其实它叫ACP 对每个考试 但是ACP相对于SAT来讲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因为ACP根本就不算一个考试 其实对于就是说普通的美国人来言 甚至美国人来就是亚洲人就不用说了 但是甚至美国人对他们来说都不算一个考试 换句话说我能不能直接理解 这个学校的评分的好坏和这个评级吧 就是它有A还有A加吗 对对对 和SAT成绩几乎没有关系 几乎没有关系 对的 这是这个大家请注意啊 这个大家平时说这个学分 那对于亚裔的孩子来说 那很多人就喜欢要一辆SAT成绩考高分 甚至考满分有的人 对 那他们应该怎么样选学校 其实这样选学校的话 就是往北边选吧 北边的学校都是都比较好 因为确实是 而且就选私立学校 因为私立学校的政策和这个公立学校 是不一样的 它不是ISD 所以它的学校就是校长说了算 我让你老师怎么样 你老师就得怎么样 那你说如果说老师可以不看这个中华老师 因为他们也不用考这个ACP 所以他们就说 那我老师就是要看ACT的成绩 我就是要看这个学生去 有多少百分比进了UT Austin 如果你这个学生有教的学生 能教更多的学生出来 去UT Austin 那这个老师年终奖可能就比较高 那就变成中国的学校了 对 这就是私校和公校的区别 所以很多家长知道这些点 他就可以选私校 但是私校就很贵 你觉得除了这个一点 就是考试成绩 假设 因为有一些工地学校考试成绩非常好的 比如说Liberty 对 这很厉害 就是SED成绩 平均份都1400多份 我印象很高 平均average 那你觉得除了好的工地学校 它更重视SED成绩 或者综合的这种 对 对 和私立学校还有哪些区别 你感觉 其实我的Cousins 就是他们也上私立学校 然后其实我感觉就是说 他们工地学校私立校最大的区别 也就是说学生的总体不一样 就是学生的SED成绩不一样 我感觉工地学校的话 可能就是参参不齐 就是说很多人都在 你的中文很好 很多人都在的 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是好的人 就是非常好 但是不多 但是你如果去私立学校 很多所有的人都不错 对 都不错 我再换句话说 是不是大概率的情况 收入比较好的家庭 有钱人家家庭 对孩子的重视程度相对多一点 管得多一点 对 导致他的生缘就相对比较好 对的 所以导致他的学习成绩不会太差 对这个意思吗 对的 OK 那对于达拉斯学区来说 因为你是在达拉斯 当高中的数学老师 让我们国内人看来 应该是 就是很重要的一门学科 但实际情况 美国人 因为数学是 上课情况是怎么样 真的很重要 就是学生是 你是在所有老师里面是这个重要级别 还是这个重要级别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数学的话 是教授学 学好数学 是一个必备的学科 重要性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因为我经常跟学生说 但是其实我觉得在大体制里面 就是说你不管教什么学科 老师的地位 比如说你在一个ISD 老师的地位其实都不是那么高 是说实话 不管你教什么都一样 对 比如说一个大的级别 从大的级别来看的话 那老师可能家长是最高 然后学生是第二 校长和administration是第三 然后老师可能就排在锅底吧 哦 我可以理解 马农是能这么理解吗 对对对 我们就是working d 对 所以最终 家长算出资方 然后学生算验收的 对 然后你们学校管理层 算提供服务的 提供解决方案的 对 老师算执行方 对 因为老师的工资 是从学生家长的 这个tax 每年的tax里面出的 一个学生 每个ISD的学生 其实像我们Dallas 每个学生 每年都有一个特定的数字 就是说我们政府 拿了家长的这些tax 我们要把这个tax 发返回学生 每年这个数字 在我们Dallas是11,200 就是在每个学生上 花的钱 花下11,000多块钱 对的 一年11,200 但是这些钱可以被学校 就是说作为资源管理 他可以把这个11,200 比如说6000刀 然后就分就放成老师的这个 老师的salary 然后比如说3000刀 再放为学校的建设 然后2000刀放为 比如说学生的这个软件 网上软件的这个purchase 所以这些所有的数据都是公开的 都可以查得到吗 不一定不一定 但是110,000是可以查到的 我作为一个光荣的美国纳税人 我查不到这些资料 110,000是可以查到的 但是具体怎么分配 那是学校自己内部资源的事情 对对对 那倒是 那如果按照这样讲的话 实际上就是家长想要 这中间还有问题 那有一些家长说 我的要求就是 你给我把SAT成绩搞上去 或者把我们学生 综合素质搞上去 那有些家长不乐意 那家长投票有没有 比如说今年我们的目标 什么家长给学校开会 SAT其实作为SAT来讲的话 家长其实就是说 没有那么多的这个 所以他不关注 很关注其实北方的学校 他们都很关注 但是可能大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因为北方的经济水平 还有家庭的个人 你是说达拉斯北部 就Colin County这一片是吧 从Carrotton往上 Friscoll Carrotton往上 你是在Carrotton 对 好待会我们再说你的事 好 然后Friscoll像现在开始McKinney 就是说因为居住的人群的话 都是高输入 然后教育背景比较强的 就是他们的专业知识比较好的 又是文化人 所以他们的对孩子的教育 重视比较好 所以因为总体都比较好的话 所以他们其实不用多说 像Allen High School 所有的孩子都比较好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达拉斯ISD 和比如说Frisk ISD 或者是McKinney 或者是Planer 是有挺大的区别 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对 但我上回我记得你说达拉斯最有钱的ISD 是吧 对 加拿斯最有钱的ISD 那这么多钱搞不好 你们怎么回事 哈哈哈哈 怎么搞的 是 是啥 现在我作为一个纳税人 我就问你为啥 你好好给大家解释一下 哈哈哈哈 老师还需要提高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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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啊 所以你开了小班教学 哈哈哈哈 不是这个套子吗 你们达拉斯老师在外面开小班教学 你们学去管吗 其实是管 但是我还 所以我还没有开班 对 所以我还没有开班 他没有开班 我说错了 对不起 没事没事没事 有这个想法 就是说以后如果就是说 呃 坐老了 坐久了 如果有想跳出这个体系的 就是说 呃 这个 这个意思的话 那我可能就会就是说 呃 暂时把工作停一停 然后专专专门交班 因为在我们体制里面 老师和 呃 开这个私交 私交班是不可以的 同时进行 哦 对 那所以的 我看因为北边很多嘛 就是那些 专门补习数学的呀 或者课后的辅导班 对 都是你们退休的 然后那样 淘金 是吧 呃 这个 这段要录吗 哈哈哈 没有吗 不是 有 有 有很多老师 他们在学校 比如说像 很多老师 很多老师在 在教教 在学区 各个学区 教教科的同时 他们可能同时 也在私下 稍微带一些 比如说 一对一的班 或者一对二的班 哦 OK 我看好多 我看达斯大的 我不知道 就是北边挺多的 就是社区的门口 有那种补习班 特别是印度裔的社区 比如这个社区 可能比例高一些印度裔 然后补习班的生意特别好 还有华人嘛 对 对 像库默 Spider Smart 这样的补习班 是吗 就之类的 就在小区门口建的那种 嗯 还有那个挺有名的 在Planet也有叫什么 什么 idea idea 还有一个蓝色的logo 我都记不起来的 好多 挺多的这种 一般韩国人开的补习班 是不是 是比较火的 是吧 对 在达斯 韩国人很爱搞一个教育的事情 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补习班 和国内是一样的 就是 老师在学校里教的时候 留一双 然后再出来教 就是说 如果你要专业在补习班的话 那我就可能 不可能是那个说 那个 我在学校教课 一般在学校教课的老师 他同时 因为你要是 因为你要真正在一个 就是说教育机构 课外工作的话 他就会有证据 所以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同时进行这两份工作 所以一般在这些专门的培训班 教课的老师 他们都是单独一份工作在那 然后同时呢 他们可能自己有自己 一些其他的时候 比如说 就是炒股什么的 炒股是一个稳定的工作 因为我之前在 就是说 就是说 这些机构 之前有工作过 我工作了大概三年半左右 对 然后大概在那工作的时候 然后就遇到很多同事 所以他们之前有的是老师 然后后来就不做 专门干这个 然后他们在做这个同事 就是因为收入可能是不是那么不是那么高 因为你只做一个part time 但是hourly pay是很高的 然后可能到最后 他们就说同时工作一个part time 然后再在课外赚一些其他 有的人就是在网上写freelance 就是articles 有些有的人就是炒股什么的 蛮好蛮好 你平时上课的 你们现在是zoom吗 还是课堂 对 现在大家都是zoom 都是zoom 对 不是说达拉斯 IS都很吃猛吗 都是这样去不害怕吗 对 现在就是说 现在我们的就是结构 就是说老师去学校 然后在学校 在学校教室坐着 然后可能学生就是分两波 第一波呢 可能就是学生会自愿 就说OK 我要去学校 我要去学校学习 这样的话 可以让我concentration better 他们要约会啊 女朋友在学校 是吗 主要原因 怎么想应该是 我都没有想到 因为你没有 然后一部分在zoom 对 另外一部分在zoom网上教课 现在最开始的话 上学期 比如说大概是 大概是75%在家 25%在学校 那现在的话 经过这个东架的话 应该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而且这个现象不仅仅是指在我们学校 而且是普遍的这个达拉斯ISD 到现在为止的话 可能我所有的巴上可能只有 加起来可能也就不到五六个学生去学校了 那我想问一下 你在zoom上讲课有人听吗 特别是数学科 我之前是不听的 我也听不懂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就看老师的 其实这个是看老师的教育经验了 其实不是看老师的水平 而是看老师的 我的问题没有问你教的好还是不好 对 我知道你教的 对对对 就是看老师的经验 快速回答 就是看老师的经验 如果老师有经验的话 他就可以让 他就有办法让学生去manage学生 然后让学生去把所有的摄像头打开 对对对 但是有些老师其实是做不到的 因为他们没有经验 比如说我刚开始当老师 然后可能classroom management 还有欠缺一些 所以我的学生打开 那个camera的几率就比较低 你打开看干啥都有 还在试啥卖苹果 对对对 所以其实有好有坏 就是说你打开 其实我自己的话 我就是让学生 比如说他只要给我答案 然后他只要能够看到他做的work 其实他拍camera 其实跟我没有关系 学校也不考核 就是说打开 不是考核你的学生答案是怎么来的 或者是反正他也可以抄 对吧 对我让他起在一张纸上 然后把那个picture传给我 OK 我每节课都需要 是吧 对对 你刚刚一直在表达你是个好老师吗 是的 我们讲的你们学区的supervisor听不懂 他们会有翻译 你supervisor有讲中文的吗 没有 那他是一个好老师 Linda 好那我们这期先这样 我觉得跟那个Sean聊了很多 对然后他真的是不只是个好老师 他是个特别好的人 然后是也是我们新疆人 儿子娃娃 所以真的是又踏实稳健 然后又诚恳 我觉得特别好 特别真诚的一个人 然后那个这回我们房子说也不多说 待会我会给大家那个录一下 就是作为一个那个样板 我们前面也其实其实Sean这个案例其实挺好 就是他因为是在达拉斯上班嘛 嗯嗯嗯 我们很多客人都是在达拉斯上班 然后呢是没有办法 比如说我想买好学区说买在那个Freesco 或者因为太远了交通成本太高了 对对对 那Sean他做了个折中 就是说就是在Kerryton买 这样其实离Kerryton这个大滑气很低 那缺点就是房子比较旧一点 这是九十九几年了 好像九四年 九九一年 九一年 反正是房子比较老 但是他的这个房子在周围邻居里面 算那个品质杠杠子 你看你们家屋顶跟邻居刚一比 对对 啊我们只能说多挑 所以你看挺多的 看了多少 呃大概从去年 我是大概从十月底 还是十月初和你们联系 而且中间中间看了很多房子 而且还经过了一些波折 所以我觉得 对我们还递了offer 后面最后检查出来不好 然后又又退了 对对对 但是但是你们是非常翻试脑 然后cover了很多 哎呀哎呀一顿做广告 哈哈 没事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对对 好 谢谢谢谢Sean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Sean这个Dallas ISD的最优秀的老师 最优秀的数学男青年单身老师 好感谢 给Sean点赞就这样 我是邱瑞我在Dallas等着你 拜拜 谢谢大家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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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